政治焦点来看到外传柯文哲的包美柯美兰 将接下新竹市的副市长职务 但他本人珍重澄清 这是子虚无有的 在昨天新竹市府的人事一栋出炉 副市长蔡立青即将卸任 就有传言指出若是市长高宏安一审被判刑 停职将可能由副市长代理 因此民众党有可能要推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 定替副市长的职务 但可美兰当天就出面否认了 强调他对新竹市府内任何职位都没有意愿 请不要散播不时的言论